印度陆军12号发布指出 中印两军在9号在实际控制线东段的达旺地区附近爆发冲突 双方士兵在对峙中受了轻伤 随后两军指挥官举行会议为局势降温 来看本台驻新德里记者的报道 印度陆军于12日发布声明称 12月9日中印士兵在实际控制线东段的达旺地区附近发生冲突 而市民印度士兵在对峙中受轻伤 受伤的士兵正在古阿哈提的一家医院治疗 印度陆军在事件报告后的一份声明中说 双方立即撤离了发生冲突的地区 作为事件的后续行动 双方指挥官根据恢复和平与安宁的一定结构化机制 举行会议讨论问题 印度陆军指出 在达旺地区时空线沿线的某些地区 存在中印双方看法不同的边界线 而双方都在同一地区巡逻 自2006年以来有几次巡逻队发生对峙 中印尽的明产 A kind of skirmish took place between Indian and Chinese troops In the eastern area of the India-China border In the Tawang area Following which there was a meeting that took place Between commanders as per established border protocols And confidence building mechanisms Some questions and doubts have been raised About the ongoing disengagement process As a result of these news reports However this should be seen in the context of 有分析家指出 由于边界不明确 印度和中国军队在时空线东端的某些地区巡逻时经常对峙 2021年10月也发生了类似事件 当时也是根据协议双方地方指挥官会谈后解决了问题 2020年6月加勒湾河谷发生的激烈冲突 是中英两国几十年以来最严重的军事冲突 之后两国关系急剧下滑 在过去几年里 两国陆军在达王地区沿时空线升级了武装能力和基础设施 据报道主要基础设施包括道路桥梁隧道和其他储存设施 通信监视以及航空设施也有所升级 特别是上地板河谷地区 方黄卫视记者上京军印度新德里报道